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兰花刚换质量没几天,长出花苞后 今天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兰花开花对整颗兰花发芽都会产生影响 那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一,兰猪成熟且长势良好 加上质量养分都是非常充裕 根系的生长也会非常不错 所以很快就长出了花苞 二,在兰花开花前肯定会需要时间分芽分花 这样一来花芽吸收营养后就会形成花苞 但是如果兰花直接长出花苞 就会对兰猪的生长不利 如果还没有看到过自己养护的兰花是什么花品 也可以让它开花 但是看到花品后尽快修剪花枝 但是也要延迟发芽了 三,修剪时 可以将花干从肌部剪除 防止养分的进一步流失 让兰花可以集中养分发芽,长芽 如果想让兰花长出更多的兰叶 一定要注意集聚养分 让它来年再开花 这样一来就可以进一步撞苗,撞根 有利于兰花后期的生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养兰花知识 请点击关注及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